上个周末,休斯顿气候仍旧融造着一片阴雨的天气,但许多侨胞举办的活动仍然如其举行,尤其户外烤肉更是风雨无阻,显示华人社团的向心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几个社团有如此的魅力。 上周六,休斯顿师大附中校友会在Bear Creek Park烤肉活动仍然如其举行,现场准备了沙拉蔬菜、猪排、烤鸡腿,伴随着校友及宾客在秋高气爽、诗情画意的公园内大块朵移,寒暄问暖。 我们上个星期就看到天气预测,说今天可能会下雨,不过我们凭着这个傅中精神,就是风雨无阻,我们还是照常举行,然后通知大家呢,就是当然以安全为考虑,看这个路况决定要不要来。 可是我们的BBQ架子,我们年初就已经定下来,我们在室内考不受影响,风雨无阻,结果大家很捧场,这个来的我想还是,虽然人比较少一点, 还是有,大概有50个人。 另外,复旦大学十多位校友,在英语绵绵的周日,依旧热情地在George Bush公园举行烤肉聚会,大家谈笑之间,更增加彼此之间的情谊。 刚开始以为是搞不起来了,结果没想到他们火也升好了,然后鸡翅也烤好了。 虽然天功不作美,但是你看我们不断,还是非常支持,然后竟然有活动,大家在各个行业,然后来到休斯特, 大家一起作为一个平台,大家可以交流一下。 发展至今,我们的会员已经超过一百多成员,这中间包括有我们复旦大学,以及以前我们上海医学院的一些老校友。 然后就这样,然后再次我想给我们的校友会做个宣传,希望还没有找到我们组织的校友能尽快加入我们,然后来多多参加我们的野餐会的活动。 休斯顿荣光会在乔教中心举行会员大会,副会长董元庆领着会员宣读讲公遗嘱,并由各项工作负责人上台说明工作进度。 驻休斯顿经文处黄敏进处长、齐永强副处长及乔教中心庄雅署主任都亲自出席,问候荣民及家属。